哈喽小朋友,现在我要你们拿出这本书 然后我们看这里,一题 这个,就是,是不是鸡蛋糕 鸡蛋糕叫什么? 贵巴乌鲁 所以我们就要讲 贵巴乌鲁 然后写了贵巴乌鲁 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 继续写 就要把它抄下来,又来 贵巴乌鲁 传统 OK 就是 去找这个图片的名字叫什么 然后 把 答案写下去了过后 抄韩后面的这个 锯子 把锯子弄完整 然后这个也是 鸡蛋糕对不对 所以是 贵巴乌鲁 里斯蒂尔干 什么色 三不蛋 就是什么 哈利拉雅 就是 来人的节日的时候 所以你就要这样写 贵巴乌鲁 比特别的 什么色 三不蛋 三不蛋 三不蛋什么 卡利拉雅 OK 所以呢 最后一提这个 这个你们会做 就是一样的 然后就写这个 它上面有给你吃了 看到吗 什么 我们继续下一面 那个你们记住啊 然后下一面 鸡蛋糕 Gwe Bahulu Yola 又拉什么 Gwe Traditioner Orang Malayu 就是这个 它是马来人的传统食物 我们就在这里写一个 1 是第一题的 需要把它写进去 第一题的答案 然后 看这个 Gwe Bahulu Akan Di Sediakan 什么 Akan Di Sediakan 几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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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Masa Sambutan Hari Raya 马来人节日的时候 需要的 OK 所以我们就写2 等一下就把它写进第二题的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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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罗 得罗 得凤感动 蛋 鸡蛋 鸡蛋 也就是这个 还有最后一题 Cedi Tina dan Jen 这三个人 他们要怎么 他们要学 怎样做鸡蛋糕 所以这些诗 等一下你们就要把这些字写进去这个鸡蛋 鸡蛋 鸡蛋 OK 鸡蛋